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诗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生活APP 今天节目呢要介绍一群台湾的热血大学生 他们在暑假的时间组成了一对国际志工团 深入中国大陆苗疆的偏远山区进行志愿服务 那么关怀的对象呢 则是在这个四川大地震当中失去双亲的灾同 那么在服务的11天时间里面 他们是踩着泥泞的山路上山 甚至呢就地而眠 那么除了募集童书和物资送往当地之外呢 也透过音乐和艺术的课程来陪伴这些片香学生 究竟这一趟服务过程当中 这群学生有什么样的体会 而当地在历经大地震之后 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志工团的成员之一 王静玲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哈喽 静玲你好 嗨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宜蘭建领秀发展协会的行销公关总监 那目前就读台湾艺术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 是 静玲先恭喜你们完成这一次的这个志工服务 那我想要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服务计划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协会本来就很致力于在做公益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协会是分益力的组织 那我们其实也很常就是从事在可能在关注老人 读住老人或者是弱势儿童的部分 那国际志工也是我们项目中的一款 所以这一次也算是我们的一个计划之一 所以打算要到云南去做国际志工这个部分 是 这是你们第一次出国吗还是 不是 我们已经前年有去过柬埔寨 也做过一次就是这样子深入的国际志工 是 那今年算是第一次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偏远山区去就对了 对 这个地区是第一次 那其实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 因为现在毕竟国际志工算蛮行的 但是这个地区它是完全没有被开发过 就是还没有被任何任何的资源给资助过的一个山区 然后是一个就是苗寨的一个村庄 对 所以它其实是还蛮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那你们这一次去的成员大概有哪些人啊 总共有多少人去 总共有11个人 就是包括我的话有11个人 那成员大概有哪些人呢 成员的话就是都是我们协会的青年领袖 对 然后他们的话都是 大家都是比较出自于志愿 就是大家是对于国际志工 他们有自己的想望的 就是想学习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会去报名这一次的专案 然后就是去申请 然后协会也会做评估 然后考量每一个人的状况 然后因为包括申请状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才就是有这样子比较经典的团队 就是有我们协会当中的11个人代表 然后去参加这一次的国际志工 你们都是同个学校吗 还是 我们都不同学校 我们主要的特色是因为 协会都是由 就是在地 宜兰在地的学生所组成的 但是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宜兰各地的高中生 然后现在因为大家 就是协会也走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大家就是目前 然后就是才往上 然后就读了那个北中南的各大学 这样 对 所以也算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学 但我们最主要的根源是 我们都是宜兰人 是 就是从这个年轻的时候 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就已经有这个样一个团队 国高中差不多 就是国中升高中那段时间 只要有参加营队的 我们彼此都已经是协会成员 然后我们就已经都相识了 对 所以时间上还蛮久的 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了 不过我看到报导 就是说你们这一次是照 这个大陆的云南苗寨一处 叫做上霸的山区 你们那时候怎么会决定到 这个地方服务 其实一开 我们也都会认为 很奇迹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开始 没有到非常顺畅 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做 志工这个部分的时候 最原本就是很奇特的是 我们在出发的前一天 然后就是大陆那边 才跟我们通知说 我们原本要去服务的那个地方 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再去做被服务的部分 所以我们很临时的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就像我刚刚所阐述的 完全没有人去过的一个山区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很紧张 因为连大陆那边的单位 他们都非常紧张说 这个地区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 所以他们有给我们 就是打了很多的 算是预防针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 非常的提高警觉 然后用最高最高规格 去就是做这一次的服务学生专案 所以因为那一个山区 他们是信基督教 那其实我们协会的成员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信仰 但是我们到后来真的都很相信 可能真的是神的代理 因为Google没有办法 带我们到那边 但是到了那个山区之后才发现 那真的是我们很重要的礼物 对我们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一段回忆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点 是有跟这个中国大陆那边 有做一个配合吗 就是说他们帮你们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那你们再过去这样子吗 对我们花了两天才上到山头 两天啊 对对对 因为除了转机以外 就是转机到了那个到的地方 我们还要先过一个晚上 我们到了昭通的时候 过了一个晚上 然后过了晚上之后 然后一直要出发 然后那个车程来回要 就是八九个小时 然后到了之后 还要爬一段 就是泥泞 就是一段路啊 就是很黄土坡的概念 就是要爬到山头上 然后才能到达那个村落 所以算是一半一半啦 对就是他们有 我们有开车先到那个地方 然后大家再靠自己的双脚 走到那个村落 我有看到你们那个照片 哇那个山路啊 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 薄泥露面嘛 对对对对对 都是那黄土路 而且好像是不是下过雨啊 对因为 我们去的时候 听说我们去的第一天 是好天气 就是难得的好天气 不过后面 我们在福沃的几天当中 都就是都有下雨 那只要它下雨的话 因为它那个是黄土坡 就是它是 它是泥泥 就是很难 就是不太是我们 不好走 就是台湾人心中的 对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山路 然后它真的非常不好走 那一开始 其实我们也是有 也是有预计到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是用最高的戒备 就是有的人 可能就是穿了登山鞋过去 但是连包含 我们穿登山鞋 它其实都还算是 非常难行走 因为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的脚就很容易陷下去 对 不过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刚刚提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时候 四川大地震 受影响的一个地区吗 你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 你们到当地去看 他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那居民生活的概况是怎么样 目前是我们到了这个 上坝村庄 他们的话 他们的生活环境 就是非常的农村 他们就是都是跟牛羊鸡猪 对住在一起 然后就是是过的是 非常非常传统的生活 然后包括可能有些孩子 也都是不穿鞋子的 然后对他们而言 因为我是认为 因为他们地形本身就很崎岖 所以就是造就了很多孩子 爬山路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还胜过我们 对 然后其实环境 就是非常不好 因为他们那边是 比如说动物的 动物的排泄物 然后都会跟人走的路在一起 然后只要下雨就会混合 小孩又在地上玩泥土 所以主要是味道的部分 我们也是有做很加强的部分 然后因为他们也没有洗澡的习惯 然后吃饭的话 他们吃的东西也是非常地 就是很纯朴很简单 对 然后目前的话是因为 经过穿针的部分是很多失心了 所以很多孩子 他们是没有爸爸妈妈的 那有一些算是家里有阿波 阿波就是他们的阿嬷奶奶 带大的 然后带大其实阿嬷是很辛苦 是因为可能很多家的小孩 然后他们的父母亲已经离去 然后是阿波会带着 很多家的小孩一起 就是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带他们来山头上课 然后或者是 就是带着他们回家 但是阿波都非常地辛苦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然后他要带很多家的孩子 就是隔代教养就对了 对 有一点类似隔代教养的概念 对 但是他同时隔代了很多 就是带了很多小孩 是 这样子听你描述 当地应该也没有什么水泥建筑吗 就是那种 完全没有 就是我们传统的木板 那些建起来的建筑 全部都是木阿 然后牛阿 或者是羊他们住的地方 也都是非常的简陋 对 包括我们睡的地方也是 就是我们就是直接睡的地方 就是黄土 就是地板 地板不是什么 不是水泥阿 也没有铺起来 它就是我们就是跟泥土在一起 你们是住在这个一般的 那个民房里面吗 还是 他还算是因为 这一次很可贵是因为 上爸这个村庄的村长 是一个非常非常和哀可亲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老人家 那他对我们也是觉得 也很开心 有算是有客人来这边 所以他有让我们 有给出我们一个小小的空间 然后让我们可以大家睡在里面 对 睡在一个屋檐下这样子 不过你刚刚提到 你这次服务的对象之一就是这个 穿证之后的一些失青的灾同 有一个谈相 我们这一次去的话 我们是针对他们进行哪一些服务 你们是怎么样进行 最主要是 我们团队比较特别 是因为我们带了比较多元的东西过去 像我本身是选音乐的 所以我就带了比较轻便 好带的乐器 然后在那边 就是教他们唱歌 然后乐器 然后可能认识我们的音阶 然后我会交唱他们唱像我们宜兰的民谣 就是啾啾桶 对 那还有我们也有带美术 美术专长的伙伴们 他们就会运用美术画画的功力 然后带着孩子们画画 那甚至这一次就是还加入了科学营 就是我们有 就是对于就是手作还有科学啊 比较专精的一些伙伴 他们就会带那个他们的一些 就是像是我们 我们台湾啊 国小会有那种自然科的那种实验课 对 然后就像像这一次我们带一个是传声筒 那它很简单嘛 它只要两个杯子跟一条棉线 可是那边的孩子都玩得就是非常开心 他们就觉得好稀奇 怎么会传声筒可以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做 然后他们到 很可爱是因为他们很会唱圣歌 所以到后面会有一个很美的画面 是他们还用传声筒互唱圣歌这样子 所以说围绕在音乐艺术 然后还有科学的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也有带了小小的舞蹈跟团康 不过呢 就你观察啊 你知道当地去跟这些学童们接触啊 你自己跟他们 就是说从他们拿来看台湾的学生 就是两方来比较的话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学生跟当地的这些学童 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比如说生活方面或者是学习态度方面 这也是让我们就是冲击最大的事 因为那边 我们在那边看到 我比喻好了 我们有十个小孩 这样比较 我们当地那个时候服务了五十到六十个小孩 只是我们做十个小孩比喻会比较方便 十个小孩当中可能就有五个 他们是住在其他山头的 那那个山头要到这个村庄来 是需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甚至有两三个小孩 他们是需要两三天的路程 才有办法到这个地方 那他们是这么珍贵的在征集这个机会 就是学习的机会 他们是提前好多天然后就来 然后就住在朋友的家 或者是那个伙伴们你可以接我住吗 他们是这样住在一起 爸爸妈妈拎着他们 然后或者是爷爷奶奶 然后两个小时就这样带着他们来 或者是两天就带着他们住 就是直接过来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非常珍惜可以学习的每一个时刻 他们很喜欢上课 像下课了之后他们就会说 老师或者是叫哥哥姐姐 我们什么时候要上课 这样才刚下课 对不像台湾的小孩子 哦下课然后很开心 因为我们可以休息 那边的小孩子 那边的小孩子 哦耶可以上课了 然后他们会到处去广播说 哎要上课要上课 对用他们描在特有的语言 他们的语言方言 对他们就会说要上课了 大家赶快进来这样 所以那个感觉是 那边的小孩非常珍惜任何可以学习的资源 然后他们对于我们所带过去的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传声筒 甚至我们还带了动力车 就是手座的车子 他们都是非常珍惜 然后爱护 包括他们自己画画的画 他们都是每天都会带着 然后上下询 就是已经隔夜了很多天 他们还是会带着 就是很珍惜很珍惜 所有的资源 对那其实反观回来 毕竟在台湾目前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方便 是 对那他也是我们很 就是随手可得的东西 可能变成有些台湾的孩子 可能我们有时候上课 就我们可能会滑手机 或是打瞌睡 甚至是期待下课 其实有时候这样子反观 我们还蛮冲击 是哇 这群孩子们 他们这么珍惜这样子的学习资源 那我们台湾的孩子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资源 但是我们好像相对的 没有好好的去做吸取 或者是运用 就是这部分的差别 这个可能生活在台湾的学生很难想象 他们光要上学 那一段路就不知道走多久了 对 要经过两个山头 没错 可是我们台湾是非常方便的 不过我们刚提到 你们这次是到上发山村 我想一般听众朋友应该都没有听过 我会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这11天的服务过程当中 所有的成员对于这个 比如说饮食气候都很适应吗 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这样讲好了 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非常挣扎 就是他们的厕所 因为他们并没有厕所 他们是毛坑 就是他们是挖两个洞 然后就是所谓的厕所 那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就我刚刚有说到的 在我们服务的当中 都是下雨天 所以一旦下雨 滴水 大家就会看到很多 前几天的啊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是谁的啊 就是会有一些排泄物 你就会直接 你就会直接见到啦 然后它会在陆地上 那一开始我们也是还蛮不能接受的 因为毕竟台湾我们就是很习惯有厕所这个概念 但是其实人真的是 人真的也算是适应力非常强的动力 所以我们其实习惯之后 就算是还蛮能去适应这件事情 对但这一开始对我们也确实是个挑战 然后再来就是也因为 大家很投入在你的课程当中 然后又是高山上 然后可能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所以到后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发高烧 甚至在回国的时候 因为就是像我也是 然后伙伴就是发烧到38.9度 就是快要39度到40度 然后有在台湾机场也是有被拦下来询问一下 所以这部分让我们印象还蛮深刻的 生活习惯是跟我们在台湾的经验是不一样 相差非常多的 像我们在山区的八天都完全没有洗澡 然后也没有玩过内衣苦 其实我刚刚所提到的饮食 就是虽然说在那边的饮食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反而在那边吃饮食的时候 因为他们非常的干净 包括他们的白菜 因为是高山的白菜 所以他们就只是经过水煮 然后他们的稀饭就只是用热水 然后煮过白米 所以它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胃是非常适应那边的食物 但是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回来台湾的前两个礼拜 就是我们是 我们的团圆几乎是吃什么就拉什么 或者是吃什么就吐什么 就是才发现 这是明明是我们家乡的食物 可是我们的胃却没有办法去适应 所以我们才有意识到说 哇那虽然说那边的食物很简单 或者是他们很淳朴 但他们非常的干净 他们只用水去煮所有的东西 但因为台湾我们有太多的加工食品 或者是有太多的香料啊 或者是油腻啊 然后让我们的就是肠胃不是很适应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 也是经验跟感触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一边这个村落啊 为什么说对我们言是很棒的礼物 那边的包括孩子跟大人 就是村长或者是一些阿波们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客气 就是讲客气还有一点少了 他们是珍贵到他们能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给你 他们就给你 他们认为你是老师 所以那个老师你应该要喝热水 你应该要做板凳 当然那对我们言是很基本 但在那个山区一定是最高级的享受 像吃米饭对他们的言是只有贵宾才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在那边天天吃白饭 但是他们平常是不吃饭的 但是他们并不烧热水 但他们会为了我们 就是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的煤炭 然后再去烧热水给我们 所以其实有一个画面是当我看到村长大人 就是他一个你算是一个老人家 然后他弯着腰 然后提热水跟你说 来热水热水 其实当下会有一种何等何能 我们怎么会可以就是接收到 这个这么大的一份的感动跟礼物 是有如真的好像反而是我们收获更多的那种感觉 他们都拿出最好的来招待你们 对最好的 很热情的来招待你们 对包括我如果有就是有人有在 就是有观众有比较了解这部分的话 我讲到一个食物大家就会非常的惊讶 因为那对他们也是非常最珍贵的一个食材 叫做天马 对天马当天马这个食材被拿出来了 那就代表你是就是比皇上还更皇上的一个 等级的一个招待 对他们就在有一天的时候拿出了这个食材 然后煮了一道菜然后给了我们吃 然后我们后来又回去跟就是就是大陆的朋友 就是在跟他们说的时候 他们就说连我在这边做这么多年的志工 我都没吃过你们竟然吃到了 天马就是一种蔬菜吗 一种食材 它的长相有点像是那个淮山 吃起来也像淮山 对对就是比较是山药类的一个蔬食 就是有贵宾来的时候 他们才会准备这个最好的料理给这个贵宾吃 甚至可能是贵宾他都不一定会出现 他们可能会有重大的地点 然后我们要住重大的地点 或者是真的是非常上等贵宾 他们才会把那个东西断出来这样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的感到 非常的就是很感谢他们 很荣幸 那也让你看到不同的一些生命经验 不过我想要请你谈一下 我们现在志工团是不是还在持续募款 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我们目前是因为 那目前的话我们是 我们还蛮想要先一开始就是有有生书 或者是书籍同书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就募到这些足够的数量 然后可以再一直一直送过去 这样就书籍类的 因为孩子还蛮多的 那他们如果听众朋友想支持的话 要捐书的话 他们会透过哪些管道来知道这些讯息 可以在那个脸书上面 就是Facebook上面搜寻我们的 宜兰县领袖发展协会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是黄敬玲 他们这群大学生 一群11人利用暑假的时间 组成了国际志工团 深入了中国大陆苗疆的偏远山区 进行志愿服务 那么关怀的对象 则是在这个四川大地震当中 失去双清的灾同 他们在这一段服务时间里面 甚至是就地而眠 并且透过音乐 艺术还有科学等等的课程 来陪伴这些偏向的学童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也想要支持这项计划的话 也不妨参考静林所提供的资讯 您可以上脸书 来搜寻宜兰县领袖发展协会 来了解相关的讯息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 要再次谢谢静林 跟我们分享这一趟的志工服务经验 那么也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